知名恋宗心动的信号4 里的女四孔汝纯近日恰逢过生日 过完生日的她在自己的社交 账号上分享了几张生日现场照片 照片上的孔汝纯一脸开心十分满足和幸福 身边好友环绕现场的布置充满仪式感 生日氛围十分浓厚 除了她自己以外现场一共有八位女生 不难看出这八位女生都是她的好朋友 一般来说这种场合 当事人只会邀请和自己关系要好的人一起过 由此可见女四孔汝纯的人气真不错 哪怕节目结束以后她一次 路易次被网友质疑和抨击 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人气依旧很高 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热度和争议并存 恐怕她自己当初参加心动4之前都不会 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节目获得如此高的关注 生活中的小孔的人员一定不差 她很容易和别人玩到一块去 是一个十分随和的女孩子 要是她的性格不好 她的生日现场恐怕也不会 同时出现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 谁曾想她随意的分享一下子 就将自己置于了风口浪尖之上令人唏嘘 倘若她没有参加过恋宗自身也不会有热度 这样简单的分享更不会得到过度的关注 原本只是一组生日现场照 这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大多数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美美的照片 这很正常 可是当大家看到合照上的几张面孔以后 眼尖的大家发现除了女两红成长没有在现场以外 青洞寺里的其他女嘉宾都到了现场为满23岁的小孔庆生 青洞寺的五位女嘉宾分别是麦穗 红成城内称城则方斌寒孔乳醇和罗岳佳 也就是说只有女两红成城缺席 两女四孔乳醇的23岁生日现场 合照上罗岳佳方斌寒和麦穗分别环绕着兽性小孔 他们几人变得越发漂亮了 不仔细看还扔不出来他们 看到他们四人整整齐齐的样子 而现场独独少了红成城一时之间女二为何缺席 不和昔日嘉宾来一场线下重聚引发热议 有网友指出一定是孔乳醇没有 邀请红成城来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她最擅长搞小团体了 联合其他三位心动寺的女嘉宾 以此来孤立红成城 也有网友认为是红成城 不愿意出席孔乳醇的生日现场 总之大家针对红成城为何没有出现在 孔乳醇的生日现场这个话题各指几件 其实单单从孔乳醇分享的合照来看 其他三位女嘉宾都在只有红成城不在 确实挺扎眼的 但是只要是看过心动寺的观众都会明白 这再正常不过了 红成城和孔乳醇在节目里因为男嘉宾 马自家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本就尴尬 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来说 他俩的关系很像是前女友和现女友之间的关系一样 试问生活中有哪一个前任和现任能够朝夕相处 成为朋友 再加上这两年来部分网友对他俩关系的种种猜测 导致他们的关系本就十分敏感尴尬 即使他们想成为朋友 因为部分网友的各种煽风点火 他们也无法成为朋友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乳醇和红成城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也没必要为了体面硬往一起凑 就让他们各自独美吧